那現在他又有生力軍 而且是可以充量的車款 就是Model Y的後續版本 是沒錯 因為後續版本 那個出來的時候 大家記憶遊戲 大概是我們電馬出來的那個時候 他的那個價錢 其實我們覺得還不錯 跟福特馬合一 對 沒錯 但是呢 緊接著不久 馬上就推出了一個RWD的後續版 然後177.9萬 然後就是在那個180以下 大家就看了之後 就是大家真的是 我覺得特斯拉 我就完全知道 我的現在 大概我的競爭品牌 現在價格上 可能跟我略有重疊的 或是創造真空袋的 我就立刻再補上 對 因為在價格上面 大概也是特斯拉 一個非常厲害的武器 因為我們知道 他的這個毛利率 其實都還是蠻可以調整的 那我們來講一下 他這台後續版 跟一般有什麼不一樣 首先講一下 其實我有朋友已經交車了 那這台車呢 基本上你從外觀上面 基本上比較看不出來 他的跟動很小 除了他前面的那個霧燈 他又把它取消掉以外 但是我自己是車主的 這個霧燈其實我根本 你覺得霧燈不重要嗎 我覺得完全不重要 就是帥而已 其實開到時間很少 可是你真的在下雨天的時候 霧燈還是有一定作用 但是他啟動也蠻麻煩 還要按那個螢幕 我覺得其實這個燈已經夠亮了 但說實話 以十二月份的掛牌數 他就佔了八百多台 而且是佔比最多 你就可以知道大家還是喜歡這個價位 這個配備 是沒錯 因為而且必須要講說 其實他也是有一個除了價位 還有一個優勢 我開了之後 我覺得蠻驚豔的一部分 是因為大家知道 他是駐造車體 那駐造車體原本的Model Y 我們在之前不管是Long lunch 之前的前年是 他都是分開是大概是三個 然後就組裝在一起的 那他這一台 其實後面已經集一個總成出來了 所以他這台車開起來 如果你很會開的人 你會覺得說車子好像變得更加硬朗 很會開的人 一般民眾可能沒有感覺那麼明顯 但是為什麼呢 因為他前面沒有馬達 所以他這台車的轉向特別好轉 比我們的這個Long lunch Performance要開起來 覺得更加的柔順 順暢 被你這麼一講 我就很想開開 因為我當時我是Long lunch 你去看現在Long lunch 要兩百一十二萬 是他一百八十萬不到 這個價差不能說不小 以這個價位來說 我覺得多數人都買單 是沒錯 我覺得這個變便宜是一個樂觀其成 當然當然 而且可以刺激市場 價格優勢太重要了 是是是沒錯 好 來來到側面 而且側面的我想這個會買Model Y 最主要就是要他的這個車內的空間 無敵大 對前面的置物箱我們就不說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那他這台車基本上來講 他還有露營功能 全家可以睡在上面 而且他在後座的部分 因為我現在是代步是Model 3 他這個還可以再往後請 這個座位 剛剛我坐進去給大家看一下 我坐進去就絕對是空間很大 所以我們就讓180幾公分的Model 給大家試試看 其實他上面的因為是玻璃嘛 所以那個頂的部分是完全沒有壓迫感 重點呢 他可以往後躺一點 而且我的腳也可以比較成垂直 其實是蠻舒服的 因為你看他雖然後面是一個溜背下來 可是裡面的空間其實相當的大 因為這樣看起來 你的腳略略有點懸空 你可以往前放對不對 對來來 我還可以往前面 還可以塞到裡面去 這樣就很好了啦 其實是蠻舒服的啦 所以他這台車呢 基本上我覺得他的一個空間真的是 目前還是自霸的一個狀態啦 如果論空間來講的話 因為你會買電動休旅車 你大概是家庭選項 裡面你要去找空間最大的 最舒服的 那Model Y他真的我覺得是優等身 而且他這台車呢 最近還更新了這個聖誕大禮包 我先來看一下 讓大家看一下後面喔 因為他這個Model Y呢 知道後來改款之後 他已經變成兩支了嘛 那非常的柔順以外呢 那德國製的 我覺得品質其實還不錯 重點呢 他的後面的空間呢 也相當的大 除了這一個 這個我是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終於我其實很想要把一個 那個行動馬桶放在裡面 因為我覺得他如果 給小朋友嗎 對他如果上完之後啊 我就可以把它蓋起來 我們大家已經知道啊 這裡可以放行動冰箱 已經很多人開發出來 也裝了嘛 車友都覺得非常好用 然後你保留一邊是冰箱的情況下 另一邊喔 大家想像一下 一模一樣的空間 這麼深 這麼好放 我跟你講你要放購物袋的話 你可能放十個都沒有問題 然後就是很多 你置放的固定式的東西 像我之前都放口罩啊 包包啊等等 然後這裡面 哇 這是大的行李袋也可以 我其實有放過一個行動馬桶進去 其實是可以放的 那就可以解決那小朋友上廁所的那個問題 確實 對 而且他前面 他的空間沒話講 前面的這邊呢 其實他還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空間 還可以放一些長條型的東西都可以放進去 那邊也還有一個洞 重點呢 他的旁邊 剛剛行動冰箱是因為他後面有一個電源嘛 所以可以常插著都會有電 好 那現在呢 我先來解說一下 我們的這個更新包的這個 你說在OTA之後 對對對 除了 享受的新功能 除了我們的裡面一些遊戲啊之類的有更新以外呢 比較好玩的是他這一次在我鎖門的時候 他給大家看一下 他可以自定義他的一個鎖車的音樂 以前不是啾啾 叽叽叽叽 他除了有內建 他不就是短音嗎 連續短音這樣啊 他除了有非常多的內建 你可以選什麼山羊叫啦 放屁的聲音有沒有 終於最喜歡聽到放屁的聲音之類的 你不要張官李袋 明明是你最喜歡聽 對 那現在呢 還有一個更新的 就是你自己可以把 大概IMEGA的一個音樂 可以把它存儲在USB 插在前面的手套箱裡面 我現在來關給大家看喔 黃金線 對 我們今天先預錄了黃金線的音樂在裡面 欸這個好欸 對對對 然後再打開 你看他只要每一次鎖車 就會有 對 那你有 個人有很多喜歡的音樂啊 我想請問一下製作人 如果車友們下載這個音樂 這樣子他會有版權問題嗎 像我在 我接我女兒在幼稚園門口 我都是按了 然後就開始放那卡通的音樂 你是不是就是很招搖過世 都怕人家不知道 Money來了 對啊 就算前面的法拉利 他也放不出音樂來啊 但是我可以啊 真的喔 而且 他上次我覺得可以享受這種趣味 而且這一次呢 他還有一個更新包是在 這一個上面 譬如說 安全 對 一個哨兵的模式對不對 以往呢 他其實本來就有很多鏡頭 可是有一些他沒有開放 那這一次呢 我們把它按開來之後 他前面多了這個兩個點 如果你是特斯拉車主 你會發現說 他前面多了兩個點點 那兩個點就是在他的 在逼住那裡是不是 對 他的逼住的兩邊是可以看的 你看 而且我們現在站在這裡 Money一開始按啊 來 攝影機你看 對 前方那個螢幕上就開始寫 錄影中 對 而且哨兵已起 終於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前面你那時候擁有車子的時候 應該是沒有這兩個點 對 對他現在已經更新的禮拜有這兩個 而且隨時 而且我真的 因為我開Model Y的時候啊 我不會有讓他哨兵一直在做動 是因為他其實蠻吃點的 如果是一直有人在旁邊跳舞 只要有人走來走去 他就一直在做動 是 所以他現在呢 整車的這個攝影機 其實有增加之後 我覺得方便性提供很多 因為看到的角度會更多 是 那還有一些更驚奇呢 就在我們車子裡面 我們立刻進車呢 大家都知道呢 其實特斯拉他的內裝上 就走極簡的這種風格 當當一切都整合在一個大螢幕 呃 大家已經越來越適應了 而且這個螢幕裡面包羅萬象 那講到聖誕禮包 觀眾朋友 如果你之前有看網金線會發現 欸 不是有車主說 那個聖誕禮包OTA之後 突然之間有些功能 因此被鎖住了 對 然後他們說實話 有困擾了一小段時間 那還好後來又再一次更新了 這次更新裡面 我先講一個比較 我比較討厭的 就是他的那個Auto Pilot呢 會會偵測 就是這個會偵測 然後因為他在開的時候呢 以往我們只要是手放在上面就好嘛 對不對 可是他如果當你稍微要拿一下手機 不管你是做什麼 你只要有這種動作 他的那個鏡頭就會偵測到你 就這顆鏡頭 對 然後呃 可能我那時候就被偵測了一次 他叮叮 然後就 哇怎麼回事 我手都握在上面 因為我一隻手拿一隻手握著嘛 然後他偵測出來之後 你的眼球都沒有看前方 對 所以我現在都都這樣有沒有 我這樣看前面 但是我後來我就直接把它貼掉了啦 有些車友直接把它貼起來 對 這個沒有違法啊 這個是安全的喔 但是呢 他因為 呃 這個他會有那個五次的警告 如果你到達五次之後呢 他恭喜你 你就要停用Auto Pilot一個禮拜左右 然後他會才會給你恢復 我覺得利益良善啦 但是可以呃 再小小的修正一下 就是不要那麼嚴苛啦 對 留一點人性給我們這樣子 其他的更新呢 是在這邊 所以他打開之後呢 大家看一個維修 他可以檢查他的這個 呃 他可以檢查他的這個鏡頭 嗯 然後你看一下他會說 這個直播呢 是不會被傳輸的 不會被保存的 你看這個就是他裡面的主要鏡頭 你看我們現在拍的一清二楚啦 對沒錯 如果是呃 就是監測的話 你就可以看得到 那有時候是寵物模式 你在離開車子的時候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寵物 嗯 然後他可以看後視 後視鏡啦 右擋泥板 對擋泥板 右側車門 車柱 哇欸真的什麼一覽無遺耶 然後他前面其實有三個鏡頭 這個是前面的主鏡頭 然後這個是前面的廣角 那個廣角 然後再來有個聚焦 有的是一個Focus 一個鏡頭號 那有了這些鏡頭之後呢 其實特斯拉車主最想要的 是一般車主都有了360度環境 那360度環境呢 特斯拉就是一直不給你 那這一次更新禮包之後 他竟然出了一個 類似的輔助360度停車 他這個呢 我只要踩住 我按倒車的時候 他就會出現 看這裡 有沒有 有沒有我們現在門是打開的 不是他為什麼旁邊是這樣 呃這個就是他的3D模擬 他的3D模擬 對他的3D模擬有點像那個寶寶在操 照那個超音波的那個圖有沒有 他其實就是用這種方法在模擬 那旁邊的那個紅色呢 因為我們現在門是打開的 他就會偵測到有東西 那如果有人走過去呢 像現在老爹要走過去對不對 在哪裡 再前面 有有有有有有有一個人 麻煩你繞到後面 對 謝謝老爹 對對對 他繞過去之後 我在倒車之後 除了鏡頭可以看得到有沒有 老爹的這個陽氣沒有很重啦 你在講什麼 但是還是可以偵測到 我都已經看到他了 有有 但是你看他後面就有紅紅的有沒有 對 所以他就是用這種方式 在做我們的這個倒車 那個那個顯示 但這個只是第一版啦 老爹謝謝 謝謝謝謝 他這個是第一版 然後他慢慢還會再更新二三版 所以他目前他就是 不要給你那個360多用照片的 他可能覺得這個技術 大家都有 看到這裡啊 我相信這個 如果還沒有買特斯拉的朋友 問一下 對 無論他是買最便宜的 RWD的版本 對 Performance 還是Long Range 對 軟體都一模一樣 軟體都是一模一樣的 都是一模一樣 除了Performance 有這種賽車的調整以外 他其他基本都是 99%都是一樣的 所以對車主來說 那時候如果你你就覺得 欸我單馬達可以 後缺版本可以 然後我前面霧燈 拿掉無所謂 對 雖然單馬達 還有一個重點說 單馬達 他的電池不太一樣 他是60千瓦時是零酸鐵底 他可以充到百分之百 那必須要說 你覺得他公里數比較短對不對 可是他的這個充電的速率的 峰值比較快 我們有實測 大概差不多在10%到80% 他只要充20分鐘 那Long Range 一般他因為他會往下掉 他會充到幾乎要30分鐘左右 所以他的充電其實是比較快的 如果你是每天沒有開超過 比如說300公里的 其實你買這個後驅版本 是非常非常適合的 當然他加速是慢一些 所以你是說他的充電曲線 反而比較好 他的充電曲線反而比較好 而且你可以傻瓜充電 都充到百分之百 都沒有關係 所以這個車子呢 蠻適合就是都位通勤 每天住在同一個區域的人 開來開去是絕對是OK的 現在你帶我們了解 以現在台灣的交測數來看 Model Y的後驅版本 RWD已經佔極大量了 對吧 那期待一下他2024的整年 會有如何的盛況囉 第三屆金卡獎開分拳牌 達人專家 言論最嗨 評鑿車種 數量最嗨 自有公信力的車牌正式 還不快上彎鬆軀 力求黃金線第三屆金卡獎 Model Y的後驅版本